全能神话语朗诵 带领工人的职责 带领工人的职责 十九 带领工人的职责第十二条中 列举了十一项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人事物 这十一项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很显明人 你们交通每一项内容时 应该多下点功夫 达到明白真理透亮 这涉及到人怎样维护正义 维护正面事物 怎样维护神的见证 涉及到人怎样站起来与撒旦争战 揭露拆穿撒旦的嘴脸 制止限制撒旦的恶行 涉及到这两方面问题 当撒旦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起到作用 你起到什么作用 神要求你做的你有没有做到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神的跟随者 该尽的义务与责任 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是妥协或悉尼 走中庸之道做老好人 还是站起来制止限制撒旦的恶行 与更多真正的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地来维护神家的利益 你维护了什么 你是维护了恶人的利益 撒旦的利益 还是维护了神家的利益 如果任何一件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事情发生时 你什么也不做 只会当老好人维护自己 把自己维护得八面见光 毫发无损 从来不为教会工作受到搅扰 而着急上火 心里对恶人的恶行 没有任何的恨恶 愤怒 对神家的利益 所有弟兄姊妹的利益 没有任何的负担 对神没有任何的亏欠 感觉不到任何的控告 那你就危险了 如果在神那儿看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好人 连到什么事都能袖手旁观 都能逃避 进不上丝毫的责任与义务 那你真的就很危险了 容易被神淘汰 如果在神那儿有一个意念 连让你效力的这份心思 都没有了 神厌烦你了 这时你就注定被淘汰了 这实在太危险了 神说不想看到你这样的人了 不稀罕你这样的人 在神家中尽任何的本分或者效力了 那你可能会在不远的某一天 某一时刻被教会淘汰 你的命运也就随之改变了 因着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 或者远离神背叛神了 已经导致一种结果了 这个事实你能不能看得见 当你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 不管你能不能接受 那时你心中所存的美好盼望 一瞬间就都消失了 人刚信神时都有一颗火热的心 虽然看不到将来的归宿前景 但是对神总有一种依靠 对美好事物 正面事物总有一种向往 这种力量是怎么来的 人不知道就琢磨不明白 人跟人都一样 都活在空气之中阳光之下 为什么那些外邦人 心里没有这些东西 而我们就有呢 这是不是奥秘 这是从神来的 这个东西太珍贵了 不是人生来就有 如果生来就有 大家就都一样了 这个人类就不分什么高低贵贱了 信与不信的就没什么区别了 他没有的东西你能有 你有的这份东西 在人类中间那是最宝贵的 为什么说最宝贵呢 正是因为你有了这份希望盼望 你才能踏踏实实地在神家尽本分 这是人能蒙拯救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一份盼望 给了你机会 让你有那么一点心智 愿意为神花费 愿意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 愿意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蒙拯救的人 他给人带来的益处就这么大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从神来的 神给的 但当神不要一个人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被剥夺了 人对美好的事物 不再有憧憬 有盼望 不再寄予任何的希望 人心里是灰暗的 是下沉的 对任何美好的事物 正面事物 或者是神给人的应许 人是提不起劲去追求的 那就跟外邦人一样了 这些东西一旦没有的时候 你还能留在神家中 继续信神跟随神吗 信神的路是不是走到头了 当你的追求心智 这个先决条件 一旦失去的时候 你就变成行尸走肉了 行尸走肉意味着什么 就是听不懂神的话了 当你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能听懂神的话 有盼望 能激发你的信心 能给你追求真理的动力 但当你失去 这个基本条件的时候 这个动力也就没了 你听神的话没劲 不感兴趣 给什么应许盼望 你都不感兴趣 没动力了 对你来说 神的话就变成了 一种高的理论 你也不往上够了 神也不再开启你了 你在神的话上 得不着任何的真理 这信神的路 是不是就走到头了 走到这个地步 神已经厌弃你了 你还能不能让神回心转意 不容易了 神定义不要一个人的时候 人里面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当这些东西被剥夺的时候 人对信神 对尽本分 对涉及蒙拯救 等等各方面的事的态度 就会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你回想起曾经的热心追求 会觉得莫名其妙 不理解 不可思议 当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 现在的你 与之前的你相比 里面的情形 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是不一样的两个人了 现在的你 不是从前的你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是因为环境变了 不是因为你岁数大 心眼多了 不是因为你经历的多 阅历多 改变你的思想观点了 而是因为在神那儿 神的主意变了 神的意念变了 神对你的态度与期望变了 所以你身不由己了 现在来看 人如果失去了神给人的 但被人认为是最渺小的 不值得一提的东西 这个时候 人就会陷在痛苦中 没有幸福可言了 所以 千万别走到那一步 如果走到那一步 也可能你觉得如是重负 释放了 放松了 不用信神 也不用尽本分了 可以像外邦人一样 自由放纵的生活 像小鸟出了笼一样 但那只是一时的安慰 一时的快乐 一时的自我陶醉 再往前走 你看看前面的路途 你还会这么快乐吗 不会了 苦日子在前面等着你呢 人活在造物主的泉下 无论造物主怎么摆布 在你身上做什么 怎样做 给你带来多少试炼患难 也无论你受了多少痛苦 甚至产生了不解 误会等等 最起码 你觉得你是在神的手中 神是你的依靠 你心里是平安的 当神都不要你了 你感觉不到 神到底对你怎样 你这份依靠没了 那就等于是 人的天都塌了 就像人小的时候 心里只觉得 妈妈最可爱 妈妈最疼我 最爱我 妈妈可不能死 一旦说妈妈有病了 都受不了 想到妈妈如果真的没了 就觉得天塌了 自己就没活路了 同样的道理 人信神最大的平安喜乐 来自于对神的依靠 来自于人相信人的命运 是掌握在造物主手中的 人有这份踏实 是因为人有这样真实的信靠 当你觉得这份信靠没有了 心里空了 像挖了个洞一样 那你的天是不是就塌了 你的依靠没了 你活着还有劲吗 这类人就是行尸走肉了 就是混吃等死了 现在有些人 因为一贯的表现不好 在尽本分中一直作恶 打岔 搅扰 破坏教会的工作 甚至给神家的利益 带来很大的损失 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 对神的真心忠心 更谈不上什么顺服了 在神那儿 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们 他们是抱着得福的存心 混进神家的恶者 神允许他们进来 也是为了让神选民 学点功课 长点分辨 他们虽然也属于被照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一贯的表现 他们并没有被选上 那他们的光景怎么样呢 你们可以打听打听 哪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有神做依靠 做随时随地的供应的人 与临到什么事 都得不着神的供应帮助 时时刻刻都陷在无底深坑的人 是有截然不同的生活质量的 得不着神供应的人 没有平安喜乐 只有整日的惶恐不安 焦躁忧虑 那是什么日子 无底深坑的日子好过吗 不好过 别说无底深坑了 就是接连消极几天 你都痛苦得要死 所以说 珍惜现在的时光 别失去这样的好机会 能在神六千年经营工作当中 尽上你的本分 这是你的荣幸 这是每一个人的荣幸 这不是什么屈辱的事 关键是你怎么对待 怎么环抱 从神得来的这份荣幸 神高抬你了 你别不识抬举 你得知道环抱神的恩 怎么环抱 神不要你的钱 不要你的命 你家有什么祖传的好东西 神也不要 神要什么 神要你的真心与忠心 这个真心忠心 表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无论神怎样说 你要尽最大努力 拿出自己的真心 按神的话去做 神的话是什么 就是真理 你承认真理 接受真理以后 应该怎么运用 就是按照真理原则 去实行 神怎样说 你就怎样做 千万别嘴上说实行真理 临到事的时候 就凭己一行了 然后还找借口 说一些伪装欺骗的话 没有真心 也没有忠心 这是神所不愿意看到的 人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真心 有真心的人 该怎样表现 就是神怎样要求 你就怎样做 你就一直坚持 按神说的去做 即使做得过头了 像手规条一样 人看着都觉得有点傻 你都不在乎 还坚持按神说的去做 神要的 就是人的这个真心 如果你总耍小心眼 耍滑头 总不愿意做别人眼中的傻瓜 不愿意自己的利益 受到丝毫的损失 那你就实行不了真理了 因为你没有真心 没有真心 还想耍点鬼诈的人 是精明过头了 神不喜爱 他们实行神话的时候 就挑选着 哪些话对自己有利 就实行哪些话 对自己没利 就不实行 平时说话 说得好听 经常高调 但临到问题的时候 就躲起来了 连影子都找不到 等别人把问题解决完了 他出现了 这是什么东西 对他有利的时候 他就主动上前 比别人都积极 一旦涉及到自己切身的利益 他就退后了 就消极了 连句好听的话都没有了 也没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了 这一类人神不喜爱 神宁可要人眼中的那个傻瓜 也不要这样的滑头 关于带领工人的职责 第十二条当中的十一项内容 咱们交通完了 在十一项以外 再补充一项 这一项虽然不是在教会生活中 常见的 但是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 这应该算是第十二项 谈论政治 在教会生活当中 谈论政治的话题 这是不是正当的 教会生活是读神的话 敬拜神的时间 是人分享对神的认识 对神话的经历认识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 有些人大谈政治 比如政治局势 政治人物 政治格局 政治观点 政治立场 这是不是正当的 有些人在谈论 涉及神主宰万物 主宰人类的话题时 就声般硬套地说 政治人物也在神的手中 某些政治人物 也信神 跟随神 还写灵修笔记什么的 这是不是有点混淆视听啊 甚至还有些人说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应该维护 某某政治人物 因为他不但是信徒 还维护我们信徒的利益 他与我们是一条心的 我们应该支持他 选他 在教会生活中 他还对这个政治人物 做了大量的宣传 这合不合适 基督徒参与政治吗 不参与 怎么做才是不参与呢 首先 不管你支持哪个党派 不管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 都不要拿到教会生活中谈论 当然 你与不同政见之人的争论 更不应该出现在教会生活中 比如 你俩观点不一样 支持不同的政治人物 你俩见面就想谈论谈论 这可以 但绝对不能在聚会中谈论 你俩私讯也好 见面说也好 或者是争吵得面红耳赤也好 别人都不敢舍 这是民主制度之下 一个公民的权利 但是 过教会生活的时候 你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 更重要的是 你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分子 在这里 你是这样一个身份 你不要把政治的话题 与政治人物的话题 带到教会中 那只代表你个人的立场观点 不代表教会 教会对政治不感兴趣 对任何的政治制度 政治人物 政治领袖 以及政治团体 都不感兴趣 因这些事都不涉及真理 都与信神无关 凡是涉及政治的话题 都不要带到教会生活中来谈论 有些人说 那在教会生活以外 大家聚在一起谈论这个事 行不行 最好也不要谈论 如果外邦人中 多个政治观点不同的人 在一起谈论 你也想参与 那随便 那是你的自由 神家不干涉 但只要是教会成员 聚在一起的时间 正规的聚会时间 你都不要把这些政治观点 论述 拿出来当正题说 也不要虚伪地冒充 你的政治观点 与神的话 真理 或与神的主宰 有任何的关联 这与真理 没有丝毫的关系 八杆子打不着 不要冒充 有些人想谈论政治 在家里没人跟他谈 谈论不起来 他看弟兄姊妹都是成年人 就找到谈论政治 发泄政治观点的出口了 他找到了好机会 兴致就来了 就想谈谈政治观点 谈谈时事 谈谈国际形势 他谈这些史 前面的台词是 这一切都是神主宰 人类的政治 这些政客 也都在神的主宰之下 他们也是神命定的 交代完这些前奏之后 就开始大谈特谈 政治的事 谈论时事了 谈论完之后 再来个总结 说 政治也离不开神主宰 都有神的美意 对这些事看不透 别乱说 交通真理 就是交通真理 别谈政治 别谈政治人物 谈涉及政治的事 就不是交通真理了 这是迷惑人 你想谈论政治 你就单独找一伙 喜爱政治的人去谈 那谈得多尽兴啊 你总在教会里 谈这些话题 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存心 让大家崇拜你 好选你当带领啊 这是别有用心啊 好谈论政治的人 就是不务正业的人 绝对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在教会聚会中 千万别谈论政治的话题 有些人说 不谈论自由国家的民主选举 政治制度 出台的政策 那谈论大红龙国家的政治 与上层官员的那些丑事 哪个贪官贪了多少黄金 包养了多少女人 谈论这些事行不行 你不嫌恶心啊 你怎么那么关心这些恶心事呢 我怎么觉得 关心这些事 看这些事那么恶心呢 有些人对这些事特别感兴趣 丝毫不恶心 就愿意在网上看这些事 没事就看 他看这些事心里舒坦 踏实 心里充实 他看神的话 怎么没那么充实呢 这是不是有点邪门 是不是不务正业呀 大好的时光 哪怕到院子里溜达溜达 呼吸点新鲜空气 看看远处 心情也好 有些人就不去 他有点功夫 就在电脑上盯着看 有什么新闻 赶紧搜集点小道消息 哪个贪官包养多少女人被发现了 哪个贪官家里有多少财产被没收了 大红龙上层 谁把谁搞倒了 谁把谁暗杀了 平时可关心这些事了 搜集完这些事 觉得自己满腹经轮 到聚会的时间就该释放了 这是不是放毒呢 那些恶魔干坏事 是不是太正常了 有些人说 他们干坏事正常 但是有些坏事 你都想象不到 想象那些有什么用 你长脑子 就是想象他们干哪些邪事的 这是不是不务正业 你知道点想象不到的邪事 算你高吗 你能得着什么呀 不就是多添一份恶心吗 这些不务正业的人 总关心政坛里 这些黄色邪门的事 这是不是缺心眼啊 你自己的日子不过 总操心他们的事干什么 这是不是愚蠢 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有些人说 信神的人被大红龙迫害 肯定都恨恶大红龙 大红龙上层发生的那些丑事 贪官污吏的事 淫乱的事 以及那些黑幕 信神的人肯定都感兴趣 如果揭露那些丑事 信神的人是不是应该拍手称快呀 你信神跟随神 就是为得着这些东西的 在教会中谈论政治的事 尤其是谈论大红龙上层高官 被揭露出来的丑事 都是最恶心的 你千万别谈 你也别跟我说 我恶心 我告诉你 你别谈也别看 你看那些东西 早晚有一天会后悔 当你后悔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 要多恶心 有多恶心 那些事听多了 看多了 没什么好处 为什么说没什么好处呢 就是恶心的事装多了 你就没心思听神的话了 这类话题虽然也涉及政治 但这些事更恶心 如果你喜欢说 你找外邦人一速忠常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千万别在教会生活中 或者弟兄姊妹中间说 有些人说 说说大红龙上层那些脏事 邪恶的事 让弟兄姊妹长长分辨 解解气呗 解气有什么用啊 解气是做见证吗 是你的义务本分啊 说那些没用 一点价值都没用 不管你揭露大红龙 多少邪恶的事 神都不纪念 相反 你如果说说 你在大红龙国家 怎么经历大红龙的迫害 怎么摆脱战胜大红龙 对你的恐吓威胁 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怎么依靠神 站住见证的 你谈这些 神悦纳 你谈论政治 与生命进入无关 神不悦纳 有些人说 我揭露大红龙官员贪污 吃一顿饭花几万元 住豪华宾馆花多少美金 这行不行啊 这与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这个世界 社会 不就这样吗 你替谁打抱不平啊 这不是为神做见证 不是揭露大红龙的本质 也不是背叛大红龙的表现 你别混淆视听 别假冒为善 这些都不是实情真理 那些贪官污吏 政客 怎么贪污腐败 跟咱们都没有关系 不是咱们要揭露的事 别关心这些事 撒旦政权里 这些事从古到今都有 他们怎么做 都与咱们经历神的做工 见证神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 千万不要把那些话题 搅到背叛大红龙 揭露大红龙来见证神 这样的话题里 也千万不要把 这些稀奇古怪的恶心事 邪恶的事 拿到教会生活中 或者弟兄姊妹中间谈论 你如果很想谈论政治 那你就找外邦人去谈论 你跟有这样爱好兴趣的人 私下里怎么谈论都行 这是你个人的爱好与兴趣 是你的自由 也是你的权利 没人干涉 但是 在聚会时间 在弟兄姊妹面前 不要谈论这些事 即使有人愿意听 你也别说 因为说这些事 影响教会生活 影响神选民明白真理 无论是涉及政治 还是涉及政客 那些私生活的丑事 都不要拿到教会生活中 来谈论 如果有人 对教会生活聚会的内容 不感兴趣 总喜欢谈这些事 每次聚会 就要讲这些事 弟兄姊妹该怎么办 限制她 说 这是聚会时间 你别说那些破烂事了 想说你自己回家说去 如果限制不住 她还说怎么办 把她轰出去 告诉她 什么时候不说了再来 还有一个办法更厉害 她只要开口 谈论政治这个话题 弟兄姊妹站起来就走 到别的屋去 让她一个人在这说 总之 好谈论政治的这类人 肯定是有的 这样的人不务正业 不追求真理 不琢磨怎么尽好本分 也不琢磨教会工作 弟兄姊妹有哪些难处 自己有哪些实际问题 需要解决 她不琢磨这些正事 就琢磨那些邪门歪道的事 而且特别热衷 尤其现在信息发达 从各个渠道都能了解到这些信息 这就满足了这些人的爱好 兴趣 他们的爱好兴趣 咱们不干涉 但是 神家有规定 在聚会中 谈论政治这类话题 都归结到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这个问题上 所以 这类话题 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 在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 是严格被禁止的 有些人说 这些话题被禁止 那我们对政治的各种观点 我们喜欢哪个党派 不喜欢哪个党派 我们选谁 不选谁 教会干不干涉 咱们明确地说 你爱选谁就选谁 爱喜欢谁就喜欢谁 教会不干涉 只是你的自由 不干涉这个限度 已经很大了吧 你充分地享受到了 你作为公民的义务与人权 这是不是就已经得到尊重了 这就不错了 你还想在教会随便说 尽兴地说呀 这就不合规矩了 遇到这类人 你们就想办法限制他 先跟他交通明白 说 你是不是出信 是不是首次来聚会 不知道神家的规矩 那我得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聚会的场所 这个时间是聚会的时间 你有什么政治观点 政治想法 千万别在教会中传播 也别在聚会中讲论 我们不想听 也没有义务 听你讲这些东西 你选错地方了 等聚完会 你离开这个地方了 你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 谁也不干涉 这是你的自由 如果他听清楚了 记住了 下次不说了 这还行 还算有理智 如果交通完之后 他还说 每到聚会时 都要发表政治观点 该不该限制他说话 不管是不是参与政治的人 只要谈论涉及政治的话题 就与拉帮结伙 争夺地位 释放消极等等那些行为 一并划到 打岔搅扰神家工作的 各类人事物的范畴里 对这些人不能客气 一定要制止限制 当然 谈论政治的人 也不一定就是恶人 或者就是好人 这类人可能就喜欢 这类事物 这类话题 但能肯定的就是 这类人不太追求真理 总之 对待这类人的原则 咱们已经交通明白了 就是把神家的规定告诉他 如果说明白之后 他还要继续谈论 涉及政治的话题 不听劝阻 那就隔离 什么时候悔改了 才可以继续过教会生活 如果总也不悔改 就别来聚会了 处理这事 就应该这么简单 不要把简单的事 弄得复杂化了 这样对谁都不利 感谢观看